现实生活中因为利益的关系,总会出现钉子户,从而出现钉子楼,他们的出现会极大的妨碍城市的美容和行人的正常行驶。 但在广州洪德利交圈中间,却有着一个例外。两栋钉子户被洪德利交桥,乘360度包围,成为希特的圈中楼景观。 所有经过这个路段的车辆,都可以看到这二栋楼的情况,成为这个路段的一个希特景观。 日夜交替,如所有的车流宛如时光的印记,将就时代困在其中。图片来自东方IC。 据了解这两个楼里还有三户人家仍然坚持不拆迁,目前有少量的商铺和住户留守,相关部门想过许多办法都没用, 只能改变道路规划,用圆形立交桥在空中环绕360度通车。 图片来自东方IC。在原本的规划里,这座楼房要被拆迁,并建成绿化带,但在建设过程中,有两户留守的人家不肯搬迁,居住在内。 周围的楼房都不见了,变成大片大片的绿化草地。 每天早上起床,看到草地上躺着醉汉或是陌生人,留守护心里还是有些害怕。 图片来自东方IC。从高处放去,它就像是被喧嚣而飞速运转的世界隔离出来的一座寂静孤岛。 不到十岁的郭浩俊和父亲郭志明,母亲蒙丽霞一家三口,以及浩俊的伯伯一家,还有他八十多岁的奶奶,窝居在这座小楼的一角,是小楼里至今常住于此的留守护。 图片来自东方IC。 猜着碎石烂马去上幼儿园,家里的电视机看不成动画片,晚上睡在低矮狭小的阁楼里,这样的生活,正是生长在广州这座城市里,十岁郭浩俊所经历的。 拆迁的时候,周围的房子拆迁,他家四周的路面也进出不变。 优线电视信息断了,维修公司已就剩你们一家,维修成本太高为由,一直不来修理。 不过,浩俊的父亲倒也没有再去催,因为他不想儿子看太多电视。 图片来自东方IC。 2000年左右时,郭志明及其他同住在一楼的居民,无法相受到防改防政策,导致一楼居民没有产权。 拆迁办按照30平米的面积来计算赔偿,只肯给我补偿相同面积的一套房。 其口人根本没法住,必须要两套房子才够住。 也正因此,多年来,郭志明一家才久久不肯搬迁。 图片来自东方IC。 随着周投嘴隧道工程的推进,2011年左右,这里的楼房开始陆续被拆迁, 原本热闹的小区,只剩下这座孤零零的小楼。 以前,相熟的左邻右舍,经常聚在一起吹水, 而现在,郭志明的儿子浩俊没有一个玩伴。 浩俊有时会趴在二层阁楼的小窗上, 看窗外的立交桥和对面的楼房。 图片来自东方IC。 我是一半个夜叉孔零的油zil戴, 帮你们你们去夥幼稿而且可以动水、 能融得光我 construct你最后天彩滅的。 最后面有别的一个打 cog到, 的是你最后天彩滅厅的疙所地零居势学,